嗨 大家好 现在是7月13日 现在是11点多 11点13分 我明天回来 明天下午 今天先读一段 大家看到 看到 整个团队突然做好些 今天升了四百多点 主要到五百点 主要是 为什么呢 因为 会员总理李强 叫了科技股那些巨头过去谈 就是说 地方要支持它 看到内地经济 真的不一样 恢复得未够 所以 所以 这个情况来说 对于科技股是有的支持 看到阿里巴巴 京东 美团 所有东西都上升 当然 指数里面 很大的成分 就有这些股份 但是 我们看回技术走势来说 其实就 无论北水也好 北水今天流入了17亿 昨天流入了13亿 整体来说 整体来说 就看回北水来说 就是 腾讯 美团 这类其实都不是很多的钱的流入 就只是小部分 例如那些内银那些都有钱流出的 另外 那些汽车股 新能源车 就还有些钱 其实就不一面倒 流出都有 比亚迪就流出了一些 所以其实就看纯北水港 就没有什么特别太大指示性 而牛红症 你看到 其实那些重货区 就集中了在185那里的牛症 会被偷 至于红症就不是很多 那我们看一下图 我们看一下图 去看恆子 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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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年升两天后 本来裂口上来 所以建议之前的红症 旧元移升高 去到19600 停留下 如果55-572 就最安全 5.72%在298%是很少的 也差不多是不可能的 因为从艺术走势来说 虽然这两天突然会好一些 但是你看看 Stochastic 例如我93%是很敏感的 它已经回到近高位 今天快线到91%回头 现在去到89% 这是一个日线图 而回看小时图 其实就已经开始咬回来了 不是太太力了 即是Stochastic 小时图 即是我用93天 即是9小时3小时 5分钟就更加回头 5分钟就更加回头 5分钟也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周线来说 都是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又看看保利加通道 保利加通道继续横行 现在保利加通道的终续位 就在1932那里 这是保利加通道的日线图终续位 周线图终续位是在196 近期来说 周线图是没有穿过的 完全没有穿过的 日线图来说 所以大家要留意着 是有穿过的 而这个通道 而这个通道 而是有穿过的 而是有穿过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着 在整个形态上来说 当然那些科技股 会好一点点 但是不会大好 只是因为有这样的说法 有机会 这些科技股会好一点点 所以你们有货的 如果有钱赚的 可以赚些赚些赚些赚 如果没有钱赚的 那就继续坐下 比如阿里巴巴 今天已经上回92个多 曾经只有80多元 曾经只有80多元 但是看回 新能源车 那些 比如奈西特 1057 这些其实就不够力 跌过来 跌过来 收回高一点点 但是我也是那句 这些可以开始 获利 不要急 不要再开得太长 而 比较好的股份 应该是中集安税科 3899 这类就有直播率 在新能源里面 这些比较好一点 中石化今天都升2.4% 中石化这些 也是在技术走势上 但是它没有很突破 仍然会更好一点 这里就看不到外币 但是在外币来说 美会继续试低位 每会跌过100 我认为机会大 而港又上到10个一流上 升川了下降位 可能都会再看好一点 而澳洲类也是 你看到其实港澳洲类 日本类全部都清 所以美匯,虽然你说美国那里加息那里还会多加两次 但是美匯来说已经反映到的事实就是美元开始不够力 而外匯来说,无论是港、欧罗、澳洲类似都是继续做好的 所以要外币的朋友就要多加多一点的了 有的就不要获利了,保持住它 而当然日本子就升得少了 它有机会慢慢再升,保升多一点 而澳洲子也是的,澳洲子相据来说还是有空位的 所以这两天澳洲子大升了 所以大家留意着,澳洲可能还是慢一点的 就是仍然是在一个幅度那里去走 而股票来说又怎样呢? 看回主要来说内银内房内险都还没有得到 反而就是科技股票做得好一点 所以这次来说都不是很全面的 而在不是很全面的过程里来说 我想大家就是用短一点的策略,不要太长 当然如果市场重新升穿19,600而守得稳 而开始突破两万,那就另一个局面了 那我试试就会真的很好 但是暂时看不到的,不能这些资金留在这里 所以你们有货的朋友呢 其实买了一个红证,都是对冲部分 你不是100%对冲的 那你对冲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有货的朋友呢,等它再飘高一点 那你可以慢慢减少一点 那红证是用来补货的,不需要太多担心的 那如果老实说,如果红证都收回升上去的话 那些货呢,就不会升几个百分比的了 起码都十几二十个百分比的了 那就是另一件事,所以慢慢做吧 那今天简单说到这里 那如果有新的看法呢 就在后面我再跟大家详细再说 那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为止了 那就多谢大家的收看 那就大家努力,加油 那就感谢大家的跟障 拜拜 谢谢大家